林台仰 你好 你好 最近我看到有兩個得獎的消息 都關你的事 少少 只有那麼多 其中一個就是聯合 因為難記 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 有一個國際天氣應用程式獎 香港天文台就得到 公眾天氣應用程式資訊內容獎的冠軍 其實 這獎金已是全世界所細气象部門 推出的應用程式平台 就是这班人去比赛 我们已经世界第一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香港天文台的 叫做我的天文台的apps 那个下载量是强到 其实跟那些很出名的 已经接近了 我们打人形最出名的一、两、三、四个 不过我们其实已经去到很前很前 总之在香港就没有人比我们高 我还在说我们 我离开了天文台 不过我常常都觉得是我们 因为现在到今时今日 大家都会称呼你是林台长 或是林师兄台长 我不是很好意思 我怕真正台长打 其实说起来 你是我认识的第二个天文台长 第一个就是刚刚退休 没多久的岑志明 因为他刚刚退休之后 他又对学佛禅修有兴趣 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几次 其实他在退休之前已经接触了 他已经有参加一些学习的过程 他就比较厉害 而且他做台长的时间都比我长 而且他在世界舞台上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香港人实在太过不知我们香港的人多厉害 他在外面做事令人觉得 怎会有人这么厉害 如果不是因为病的问题 他现在在联合国世界上组织 他在做差不多第三名 香港话 不过因为有些疾病问题 他结果就留在香港没有去 又是上天安排 希望他的眼睛可以尽快订阅 另外一个奖也是关你事的 跟我有少少关系 应该很大关系 这个就是联合国教科民组织的 文化遗产保护奖 那个奖叫做可持族发展特别贡献奖 就是荔枝窝的项目 是的 那个奖的得主是香港大学所圈头做的 是一个在荔枝窝做的乡村复兴工作 通常你听这个教科民的奖 都是一间屋 一间教堂或者一间庙 复修做了很漂亮 通常是这样取奖的 但这次其实都是这个 教科民组织的一个突破 整条村 他发觉以前只是一间屋 不行 而这次香港大学递进去的 就以荔枝窝为主体的项目 是应用了可持族发展的概念 就是除了整屋之外 还会重建社群 那条村以前已经基本上没有村民 怎样令到这条村有了人 它以前的所谓香郊面貌 就是说有田 怎样由那些田 杂草重生生了树变成田 所以田耕作的模式 那些人的生活模式 然后又有人回到村 又想办法在这裏创造社群 然后生态环境又令到它更好 接着就是这群人进来 希望终于它能够有得寻食 寻食 自然生态也好 然后就是那些文化内涵 社群的关系 这就是所谓 你知道可持族发展是三样东西的 就是经济社会 然后就是 突然间忘记了 环境 这次教科文组织 就是 不是就我们来做这个奖 是做了这个奖之后 邀请别人申请 港大就用这个黎芝窝项目去申请 就是第一次颁发 颁给香港和印度另外一个项目 我们这个 直接是没有黏着一间很漂亮的屋 而是将整件事摆出去 我们的黎芝窝 有些人听过 有些人没听过 我们都搞了很多年 都整十年八年 就是我们开始有人进去 说想搞事 是2009年 到现在11年 但是这个项目本身 就是在2013年开始做到现在 我的参与就是 我喜欢这个地方之后 到处留人去 等社会发现这个地方 后来 香港大学觉得 在这里真的值得做 他就用了很多力量做 所以奖归他 因为我经常从黎芝窝出入 所以我都触碰到一点 其实 因为我也有跟你谈过 就是说 对于黎芝窝这个地方 都是一个 因缘和合的情况之下 你才见到这个地方 于是对他发生了兴趣 是的 黎芝窝 和我都是有缘分的 他们其实很奇怪 怎样有一个潮州人来搞这些东西 就是搞家文化 第一 我们读中学当时做童军 周围行山 你去过了 去过 不过很小过去过 然后我退休 十一年前退休 之前的几年 我开始想退休做甚麽 很奇怪 我从我脑壳里走出来 就是说 我想搞一下 乡村复兴 因为我觉得香港的乡村很多 其实已经被淹没了 荒废了 但我觉得很可惜 一个城市是不可以没有一些农村的 所以我当时就周围问行山的人 其实他们初初提议我另外一些村 不过那些村就没有那个条件 我后来2009年我退休 我就去那里去荔枝河行 接触到一些乡市的朋友 他们也很想 然后我又发觉这条村的人 虽然他们不在这里住 仍然很疼这条村 离开家乡三四十年 每个月没有用电都交紧电费 交紧最低电费都几十元 交了几十年 我觉得这条村的人对自己的故乡 那种爱 是我们城市人无法上一样的 因为我们一世人搬N次屋 是的 这件事就很特别 然后他们这段时间 屋子还有一定程度的维修 所以这条村又没有人 但大部分的屋子 很企丽 当时仍然很企丽 只不过就是田生了树 有些荒凉的感觉 我觉得很可惜 但是这些就是缘分 我从那天开始 第一次见到现在 就是我好像 叫做着迷 当然我用很多理论解释 就是我觉得一个城市要向村 基本上应该缘分大一点 就是我一去到 我很喜欢这条地方 因为它有自己一个山的怀抱 它有自己的水源 自己的水源在香港很难找 自己的水源 然后它很有条件 开回来做钱 然后我跟另外一位朋友 不过已经去世了 就是吴祖南博士 是港大的 是 他搞生态保育 我们两个 就很努力地找很多人聊天 终于 又是因缘和合了 就是我们接触很多人之后 这么巧又有资金的出现 又有很聰明的年轻人出现 能够组织到一个项目 真是这个因缘和合 是无数人与事 还有在刚刚的时候 在刚刚的空间出现 所以这件事 真的是完全应用你所说的 就是一切都是做的安法 是的 当然其实要一条村自己的人 爱一条村 是 没错 要那里的风 山与水真的这么漂亮 有些客观条件 有些人的条件 还有时价的条件 因为他们那些人 十多岁出国外 到这十年之内 那班人大多数六十几、七十几 那个私乡那里的力都挺大 于是会出现一班人说很支持我们 因为有些村子 你一开始说这些事情 就已经发生很多事 做不到 所以 所以真的很巧妙 所以其实 我自己去看 就是之前跟你谈完之后 我自己去看回 为什么荔枝窩可以做到这件事 就是因为它交通不方便 如果交通方便 早就建立了丁屋 对 所以有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不要说看到一件事 只是看它的不好处 其实有时候它的不好处 就是变成它的好处 是的 其实现在有些村民回去 当然有些村民 最好起一条大马路过来 让我来这里有得发展 但是有另外一批村民 它说千万不要起一条大马路过来 我的家乡就是这样 就是安静 但是它们那种对乡土的思念 你跟他们谈得多 就会发觉我们城市人 其实我们成长不健康 我们没有了一种对土地的思念 结果变成了毛巾 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可能就是因为在香港长大 变成了又在城市 所以这种感觉 没有在乡村那些那么强 就好像你刚才说 我们都经常搬来搬去 就好像哪里才是呢 不过有些人有的 如果那些在牛托角上村长大的那些 你会发觉他们要清拆的时候 很不舍得 或者以前在李郑屋 骰住区长大的那些人 是清拆了 但是你如果一说起 李郑屋骰住区 他很兴奋地跟他说 他回到去 地址就在这里 就是警蜜存飞 但是如果你给他机会说 他也是他那条跟在那里 因为你牵涉的范畴很多 但是我自己就对于环保 就是这个议题 因为我都看到 现在地球暖化其实是非常严重 我记得我自己在 初初出交没多久 就是我跟人分享的时候 我就说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 就是为了你下一代着想 你都应该要快些工作 但是近年 我是觉得不是下一代 是这一代也会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 是的 其实环保这两个字 其实他比较狹窄 环保以前是说环境保护 就是外国人叫作 環境保护 但是他基本上是说 空气污染不要搞到我 搞第二个就可以了 是因为你把空气污染变走了 它变了去哪里我不理 例如有污水 有污水处理厂处理了 去了公海噴出去 是可以的 但是弄死那些议员 他不理 有个噪音屏幕顶住 不骚扰我就可以的 或者垃圾 垃圾总之不要在我门口出现 处理了我看不到是可以的 环境保护就是不我这几样东西 但是其实只是为了保护人 他没有说到保护环境 你要记住我叫做环境保护 不是保护环境 是的 即环境保护署是不负责保护环境的 哪个部门保护环境 很多香港人都想不到 其实香港真是保护环境的柱 就是愚护柱 愚农自然护理柱 他就去护理自然 自然才是真那个环境 工业革命之前 英国人都不会讲environment这个词 去形容人生活周围的情况 用什么字呢 用nature 那是人生不会伤害你的 因为nature 就是所谓自然 中文叫做 自然就是提供供养 只不过工业革命之后 搞到温温涨气 污水横流 生活很差 於是他要把這些差的東西找到另一個名詞 那個就叫做Environment 其實學法的人都知道 就是說千萬不要經常在一個對立面 有個分別計較 什麼是好的 什麼是不好的 什麼是漂亮的 什麼是醜的 不要有這種概念 其實在這裡也真的用得上 譬如說工業革命 曾幾何時 人類覺得這件事真是偉大 改善了我們的生活很多 有很多東西都很正 但其實現在到今時今日 對大自然有這麼多禍害 其實就是工業革命的改變帶來 其實很多人 我讀書就說工業革命改善了人類生活 其實這句話是錯的 工業革命改善了少數歐西國家的部分人的生活 實際上世界大部分國家的人 並沒有得到真是很大的儲存 連那些先進歐西國家 包括美國 最窮的人都沒有得到好處 其實現在我們越看越清楚 工業革命 是令科技改善了部分人的生活 是 有些人始終都在那條貧窮線下 而且有時是絕對貧窮線下 所以科學家有這麼說 科技是中性的 但是人用 人這個過程之中 怎樣用了科技呢 最早期就蒙茶茶 搞到環境很髒 跟著就 物質的環境就有改善 但是非物質的部分 就很糟 就糟了 譬如說我們 竟然有人作出一個理論 就是大家都消費 經濟就會好 大家生活就會改善 社會就會安定 但是其實現在 如果你認真去找那些文獻 其實差不多一篇正正經經 很科學地說 消費是令到大家生活好 是一個迷思 但是那些人隨時拿到諾貝爾獎 這個是令人很迷惑的 就是拿到諾貝爾獎的人說的話 其實看清楚 哪有根據 只不過他令到社會上 很多人覺得他們促進社會環境 跟著社會繁榮後面 經濟繁榮 跟著社會就安定 現在碰到的問題真的很大 是 不僅是氣候變化 因為氣候變化 跟著他會傷害了很多生命 即是動植物 他們又傷害了 然後傷害了動植物之後 有兩個後果 一個就是 我們的糧食其實都是生態系統的部分 沒錯 你弄歪了生態系統 糧食下降 即是聯合國的糧農組織都說得很清楚 去到世紀中期 一下不小心就10%減少 不小心是說20-30% 很害怕 其實我覺得有很多問題 是我們自己以為還有很多時間 是 但其實是很害怕的 突然間沒有就沒有了 是 最近剛剛我才在我們 我自己的社交媒體上講了 用別人的資料講 其實畫一條圖 已經知道原來2050年 即是30年後 北冰洋的冰 夏天可以變成零 原來眼睛可以看到 北冰洋無冰要改名 很可怕 還有就是北冰洋無冰 它沒有冰反射太陽光 那些太陽光射進海水 它會加暖一些海水 只說暖的後果會再暖 那就最忠奇了 即是螺旋式這樣升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差不多 我覺得視野望到2050年 已經很恐怖 糧食供應會不穩定 那誰受害呢 當然是最窮的受害 在糧食減產這件事裡面 原來是熱帶地區的國家 它的減產是最大的 因為那些生物之類的原因 但是這群人最沒有能力 應付將來大變的國家 所以我們將來 會見到很多所謂人道救援的問題 但到時有沒有這個能力 去做人道救援呢 因為我和紅十字會有些關係 紅十字會都很擔心 紅十字會自己都要成立 氣候變化中心去研究 所以我們現在面對著 是一種人類從未見過 但是還有人在說 氣候變化古代從來都有 有時冬有時月 他沒有看數據 以前的變化就是這樣 最近的200年是這樣的 其中一半是最近的十多年 是這樣的 即是我的角度 因為我是一個學佛的人 在佛法去看 即是整個世界 不論發生任何事都 其實都是在宇宙的大自然定律裏面 即是都是宇宙的法則 宇宙法則簡單 在佛法來說 就是叫成住懷空 即是任何一件事 任何一件事 甚至是一個太陽系都 都會經歷成住懷空 四個階段 空海之後就不是沒有的 不過是轉化 即又變成是另外一些物質 即是說地球可能就是 經過了這麼久之後 現在正在壞 我們都不需要太過很擔心 但是當然 有些事情 如果我們可以做得到的話 我們盡量去做 因為我很多時候都會跟人說 你千萬不要想著地球幾十億人 多我一個不多 如果每個都是這樣想 就不行了 但是如果你每一個都說 我不管那幾十億人做不做 總之我先做 如果有大部分的人都是這樣想 可能會 這個災害就可以延遲一些 它基本上可以延遲到 成住懷空很清楚 我們在工業革命之後 這二百年就是一個成的過程 由過去那幾十年 即是住的巔峰期 因為我們這代人超級幸運 我們一出生的時候 仗就打完 然後就像消費主義上來 我們都在這個浪上面 我們跟著的浪 我們好像一個浪上面的木頭仔 浮上來 所以我們生活都很好 但是來到這個位置 已經敗仗出現了 其實是很明顯的 其實不僅僅氣候變化 不僅僅所謂生態受傷 其實你都發覺那些先進國家 內部都出現很多問題 所以真的過度坏這個階段 但是坏之後 好像你說 是不是這樣叫做人類毀滅 它未必是毀滅 只不過說 目前這種經營的人類社會 它就會消失 它會另外一種經營的方式 其實地球上歷史都試過 有一段時期 比如恐龍時期 恐龍時期 它都周圍行運全世界 它都惡勢 但是當時 同時也有些樹越生越大棵 那時候樹很大棵也有 但這些樹大棵沒有人控制它 那時候全地球很大棵樹很大棵 但是它長得多棵 吸收了二氧化碳 它倒轉了 它的氣候變化 全球冷化 結果搞到最後 就是它們威風了幾年 凍到恐龍都快死了 樹也頂不上 所以其實我們歷史上 我們在地球的歷史都見過其他生物 都經過成駐懷空 恐龍失去後 就出了捕魚類動物 捕魚類動物 一出一出就出了人 人出一出 不懂得自己的人 不懂得自己的人 又忘了一會 然後 我們現在很厲害 又搞電腦 又搞高科技 所謂高科技 其實叫做新科技 一糟糕 最高科技在天上 是 我們現在真的 從一個大局來看 人類現在正在去壞的位置 但是人類正在去壞的位置 沒有說到所有人都壞 譬如我們現在大城市 會將樓宇消失 舉個例子 那些鄉村 或者偏遠的鄉村 它們的生活 從來都不需要現在的所謂現代科技 越是偏遠越是窮的村 它越能夠自我生存 它們是最可持續發展的 不過我們現在看它 就是生活這麼苦 這麼差勁 沒有什麼用 又不會用電腦 但是其實 作為一隻動物來講 它們最有資格延續下去 只不過是將來 我們所謂壞與空 只不過是大城市壞 整天亂飛飛機 這班人壞 但是過著一種簡樸的生活 在有水有山的地方 它勉強種到一些東西 它會維持到 所以人類會不會滅絕 我想了很久 我覺得不會滅絕 它會有一小部份人 在一些窮鄉僻壹樣的位置 繼續下去 我經常覺得城市 一個城市 它也是經過這個過程 因緣巧合 它是令到它有一段時期 是非常旺盛的 但是那些因素不是永遠的 譬如香港 我們有幾十年很好 只不過是廣州那幾十年 發揮不到 二千年來南方大埔的功能 結果被香港借了過來 用了幾十年 現在南方大埔的角色 回到廣州的話 香港的緣份就沒有了 不是說你香港馬上死 不過香港要用另一個方式 不能夠用過去的幾十年 這麼容易的方式 現在人類 我覺得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是心靈上的問題 是 因為佛法裏面說 一切為心做 就是說你對於你目前生活的 好啊 還是不好啊 你開心還是不開心 其實是自己決定的 他專門想一些負面的事情 那當然是差 但是最慘的是 現在科技的進步 就令到大部份人吸收負能量 是容易了很多 這個是知識的 其實那些不是真知識 只是信息的 是信息 我們現在每個人 每天接收的信息多到 是一千年前的人無法想像 二百年前的人無法想像 五十年前無法想像 二十年前都無法想像 我們以前有些人拿著幾本古書 就可以一輩子去老師教人 現在的老師 十年你已經從頭再讀過 就是這樣 但是其實好還是不好 是沒有得說的 是 但是我們來到這個位置 就要這樣做 但是其實我覺得 從頭到尾 其實今次 疫症幾好 令到大家想想 其實原來混在家裡 有些人就誤到 原來在家裡做少些事 而言自得 是嗎 有些人發覺以前從來都不行山 現在沒有定去 走到樓下 向山上走 兩三個小時 他發覺原來很多東西 很漂亮 他以前沒有見過 我在報紙也看到一些人寫文 其實我們這次一般人說的 所謂一個很惡劣的情況 是令到有一定數目的人 他反而找到一種開心的感覺 他以後不再需要搞這麼多 就拿一個藍的拼命 當然 我說到這個位置 我又會被人打 你們的中產人士 不憂茶不憂 就是這樣 我知道 我也明白 我是幸運的 我很多時候有分享 甚麼叫做煩惱 煩惱就是 你黏了一個標籤上去 叫做煩惱 但如果你不黏這個標籤 只是一件未解決的事 你要解決一個煩惱 以及解決一件未解決的事 哪有容易 那當然一件普通的事 未解決是容易解決的 是 但如果你一黏一個標籤上去 說煩惱就麻煩了 是的 我退休初期 第一兩年 就有些不習慣 雖然我已經做好很多準備 思想準備都做了 哲學準備都做了 沒有用的 去到實際那時候 因為身體裏面 各種各樣的東西 不斷擠 習慣 他裏面有很多細微的化學物質 他不斷擠 他每天準備你去上班 去對付你的工作 你如果有上班 這一堆這樣 是幫你對付那些東西 是有利的 但他不知道你退休 他繼續擠 要一年多才停止 那段時間 我就會發覺怎樣 就是 不夠工作做 不夠工作做 香港話叫做新痕 不夠工作做 反而令人不平衡 但是 這些是物質的事情 要過了一段時間 他過了 他知道你退休 你進入新模式 但是那段時間 我自己誤了一句說話 就是 做人其實是需要 不斷有些麻煩 不過 你最重要的是 不要讓麻煩變成煩惱 我今天認識你之前 我已經這樣跟別人說 不過你剛才說了 我完全一樣 就是 麻煩是沒有所謂的 麻煩就是等待解決的問題 沒錯 你不叫他做煩惱 不說事也沒有 今天解決不了就是明天 如果直到永遠都解決不了 不關你的事 你解決不了 我們以前公務員有時有句笑話 那樣東西放在你手上 你做得到解決到的 就不是麻煩 如果你解決不了 要交給老闆搞的 是舉的 麻煩 即是 每一個人有一個角色 有一個位置 我們中國人叫做分 即是名分、身分 其實英文叫做 role 你在這個位置裏面 你能夠做到多少 你做到盡 那你就完結了 你要知道這個分以外的事情 其實是不公道的 不合理的 那這些不叫卸責 你真的做不到 你讀了這麼多年書都不行 你適盡所有朋友 都拉過來幫忙都不行 整個機構 你能夠動用的東西都動用都不行 那就不是你的問題 是你這個位置的問題 你這個位置解決不了 就是要給另外一個 我看著鳥 看著鳥多 我覺得做鳥好過 有得吃就吃 沒有得吃就睡覺 希望第二天有得吃 然後他起床 鳥早上起床特別開心 其實不是特別開心 他要準備好些去找食 然後鳥吃飽 不會繼續計劃 明天吃什麼 他吃飽 他躺在一旁 不要讓太陽曬 因為太陽曬得厲害 雀鳥的毛會掉色 跟很多顏料一樣 所以聰明的雀鳥 吃飽 躺在一旁 等黃昏 去到黃昏 他知道死亡漫長 又可能肚餓 他又會吃一輪 吵怨巴閉 知道自己的兄弟在我們附近 不怕了 那就睡覺 第二天再來 鳥很開心 他不會憂慮明天 很多時候 譬如人家說 你為什麼要出家 有很多人誤會 出家就是 離開了自己老婆子女的家 但我說其實不是 我說這個出家是出煩惱之家 為什麼會出煩惱之家 因為大部分人都喜歡 是以煩惱為家 事實是 是的 他就是喜歡煩這個煩那樣 我沒有錢的時候 我就很恨那樣 有錢的時候 你又覺得 我還想買多幾樣 就是說 是不斷地為自己製造煩惱 那些我現在用年輕人說 叫做擦存在感 擦存在感 就是說 沒有這樣的煩 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他要用那些事來定義自己 來圍住 被這些煩惱圍繞著的人 那是我 當然他執著著我 他就要找到我出來 你不執著著我 哪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些煩惱想打 都打不到你 都沒有你 是不是 我不知道好不好講個故事 好 我在任 在我任期中間 有個風 我沒有承包球 我現在退休十年 有得 人們內不內都會提醒我 你那個風 炸個鬼 很壞 罵我 整天提醒我 但那段時間 我太太也知道 那幾天 甚至有報紙寫著 天文台長下台 我是第一個被人在頭條新聞 叫下台的部門首長 以前哪有人叫部門首長下台 吳慶 回歸後沒有幾年 那時候沒有這些事情 還沒有惡到那麼厲害 現在就隨時叫人下台 但那時候沒有 我是第一個被人叫下台 吵得很厲害 但我太太便問我 為何那天你還那麼好睡 其實我也不好意思告訴別人 我那天仍然繼續睡得著 因為很多人會以為這樣的話 那個人實在煩也睡不著 但我又覺得 應該要感謝我父母給我這個性格 我想通了 他們感覺上好像在罵我 但其實不關我的事 我跟規矩做的 就跟數據做的 跟科學做的 就你們不喜歡 即是你們不喜歡 還有就是 所以那時候 我都在電台訪問的 那時候有個感覺 她說 她說如果讓你再來過 你會不會不扯 或者扯 我就說 我們是以當時的數據 當時的科學去決定 不管那個叫林昭英也好 叫陳昭英也好 她也是這樣 不扯那個八號球 因為我心中說 其實那些人不是在罵我 罵我坐那張椅子 罵那個位置的人 為何會做這樣的事情 即是那一刻 不是林昭英決定 是否扯球 是天文台台長決定 是否扯球 我只是 正在做那個角色 我不知道這樣叫做 化還是不化 還是推卸責任 你這樣說 我就想起一位 即是以前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林煥光 他在位的時候 他做過一個訪明 我看過 他說得很好 他就說 現在有很多人對他很好 對他很尊敬 就是不可以說奉承 總之對他很好 他說 他是很清楚 那些人不是對林煥光好 他是對局長好 他就說 他只有一天我不是局長的時候 如果我還留戀這件事就糟了 我看過這段 所以我覺得他是比較高的 他也是比較樸素的 他當時做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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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在還可以怎樣做 即是說不要太離地 即是你說本來他在城市住 你說你回鄉下耕田 很難 即是說起碼可以做到的事 我們可以做些甚麼 其實甚麼城住、壞空這些 就是講過大局 但其實我們作為這個大局裏面的一個人 是很多粒塵 喜歡一粒塵 但每一粒塵都有它的葉 其實我們現在很清楚知道 因為我們生活 其實物質上太奢華 用太多物質 用太多能量 其實一句說完就是生活簡單些 即是你買東西就是買需要的東西 不要買想要的東西 那就已經可以了 說得再貼地一點就是用少一點電 不要經常想要買一輛車 總之就是用少一點物質 用少一點能量 生活簡單 如果我們以前我父母教一些生活健康一些 如果是跟年輕人說 如果是跟現在的年輕人說 就是 這個叫做 簡約主義 minimulism 好像高級一點 但其實基本上就是我們對外部世界的需求 或者拿東西 拿少一點 其實一個人要生活很簡單 就是二千加露里 現在我們大部份吃得多於頭 接著吃二千加露里 又丟了四千加露里的東西 其實很食物 生產出來只有三分一吃到人肚子 前面有三分一丟了 後面三分一是廚餘丟了 我們將這些浪費減少就可以了 又不需要想到很偉大去做些甚麼事 每個人將自己的生活 令它簡單些 將那個價值 不是放在物質上 放在你和兄弟姊妹 夫婦 朋友 即是父母 將那些價值放在人的關係上 你會突然間發覺自己很實在 你定義你的方式就是 你和其他人的關係 就不是和物質的關係 沒錯 其實這件事 我很有資格去分享 因為我自己的經驗 我年輕時 因為我小時候很窮 所以我年輕時的夢想就是要賺錢 我要駕駛車 因為我很喜歡車 不知為甚麼 可能是如生俱來 年輕時的男生 是的 於是我在四十歲之前 我做到 我在澳洲有一間一萬多呎的房子 然後車房有三輛車 然後呢 經常都 譬如說我一想去 譬如我想聽歌曲 或是音樂 那我就會打電話 美國人的白金卡 他就幫我安排了最漂亮的座位 酒店、機票 全部安排了 我突然間 只不過是銀行的一些數字 所以我當時也算是挺奢華 我不是很有錢 但是我捨得小 對 又做得對 提高自己 但是呢 到我出家的時候 很多人都很奇怪 包括我的前任太太 她都覺得 你能否支持 但是呢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 我現在是 開心過以前很多的 我那時候反而還是很多的煩惱 那我就是因為太多的煩惱 於是我就想一下 這些煩惱的原因是甚麼 我就發覺是因為我很多東西想要 於是我就試試 那時候我經常形容就是我兼職修行 後來我覺得兼職不夠 不如轉全時間吧 就是試一下轉全時間 那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出整家 不過當時是覺得 試一下轉全時間 就是給自己幾年時間 那結果呢 就這樣就十年過了 那我是發覺 現在 譬如說我不用再去想 說穿今年流行甚麼時裝 總之我們穿來穿去都是這樣的衣服 那又不用說 找哪個髮型師去剪頭髮 染甚麼顏色 就是全部不用想 我的生活只是需要 只是很基本的東西 開心很多 我可以想像到 就是你無求的時候最開心 如果你有求的時候 還要看哪個老闆甚麼面色 找不找到他那幾百萬 就是完全無求 甚至不要說你出了家 那就不同了 我就說回我未出家之前 我在2008年決定 不如我轉全時間 到2009年一年之後 我其實都還未找到適合的道場和師傅 即是還未有著落 但我已經開心了很多 為甚麼呢 因為我要準備出家 我就開始斷捨離了 我一年裏面 我將自己擁有的東西 例如小鷹器材 我以前很喜歡操作手錶 有很多書 我全部 我的三副鞋物 全部送出去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舒服了很多 是的 物質是類 是的 其實 人一定要回到最原始的本性 你後面 其實 文字 電腦這些 是後加上去的 我們這些動物 如果跟科學講 我們其實是沒有準備 我們會用那麼多能量 沒有用那麼多信息 沒有預計我們要處理 面對幾百萬人 或者幾千萬人的問題 他只是預備 我們準備 每天見到甚麼人 每天見到甚麼動物 跟著你要做些甚麼事 生活 所以我們現在 是一個非常態地生活的 我們在現實裏 是繼續要這樣生活 譬如我們這些未出家 但是 是要整天提醒自己 其實你的快樂自然很簡單 因為我見到一隻小鳥很開心 我聽到別人見到一隻汗有小鳥 我也更開心 我當年發覺自己來到這級 就很過眼 我不用自己看 現在 我現在 你或者知道 我現在每天都在說 每天我見到一些花草 我是這幾年之間學的 我突然間發覺 每天都有些新發現 人 原來每天都有些新發現 是很開心的 我現在這些 我完全不用擔心 我在街上逛逛逛逛 我開心一天 在我們回答問題之前 我分享最後一個 就是 你提起小鳥 我剛才看到一個比喻 我很喜歡 他說小鳥站在樹枝上面 他依靠的 他不會害怕 不會害怕樹枝斷 因為他依靠的不是樹枝 是靠他自己對應 即是說 有很多人 沒有安全感 其實他是依靠外在的環境 即是他依賴了外在的很多東西 他是新外物 但其實 你能夠依靠的 其實就是自己 我剛才來之前 看一本書就說 城市人 因為在城市裏面 有各種各樣的東西 扶持著他 他忘記了怎樣自己生活 剛剛就是這樣 反而那些油牧民族 每天都在馬上 每天都解決問題 要自己解決 所以馬上的人 他就是自如地生活 在城市裏面 結果是因為我們的組織太好 令到他離開了本性 要每天解決自己的問題 所以說到最快樂不快樂 開心不開心 是自己作主的 有得選擇 有得選擇 絕對有得選擇 好 請問有沒有一些問題 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我代他們問 因為沒有問題 也沒有問題 也有的 我也有一條問題 其實本身以前 都是天文學會的 所以也有問題 不過這條不跟天文 既然說到小鳥 都會看很多小鳥飛來飛去 有些人都會去非洲看大千載 香港現在都面臨一個大千載的時候 很多朋友都開始移民 那些朋友 你怎樣看他們移民這件事呢 你有甚麼推薦給他們 離開香港 或者會有些怎樣生活好呢 移民這個問題 所有動物都有權 選擇他去哪裡住 這個是我們一定要給他 所以人和動物一樣 那個地方你覺得不舒服 你就去別處 沒有需要勉強自己 不過你做這個決定的同時 要知道你去一塊新的地方 其實是不可測的 去到那塊新的地方 你就必須接受你去了一個新的地方 你要面對不同的人 面對不同的氣候 面對不同的賺食的方法 面對別人不同的文化 你不要去到那塊地方 都要說我是香港人 我是這樣的 如果你這樣收拾 即是收拾一些東西 去另外一個新的地方 然後你想在那裡生活 你拿著這個收拾 我想就會自己很多煩惱 我就不會移民 但如果我移民的話 我會做甚麼呢 我就一定會去到那裡 直接忘記了自己是甚麼 然後我就在那裡 人家怎樣生活 我就怎樣生活 完全不會想任何去判斷 甚麼人那麼笨 這樣就好些了 我們香港是這樣 你千萬不要說我們香港是這樣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你永遠不發落 你不要來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移民的人 你要心理準備 其實我覺得要哲學準備 心理準備是低層次的 要哲學準備 就是說你去到一個新的地方 你要全盤接受 新的地方 它對你的所有要求 就是你要把以前的執著 那些東西放下 你不要去到那裡 才突然間跟別人說 中國文化好些 去到那裡 別人說 甚麼國文化好些 你就一於說是 如果你能夠做到這樣 我就保證你在那一個地方 能夠自己都覺得 舒舒服服地生活 你的生活水平會不會 物質生活水平會不會上升下降 你不要想 因為你離開這個地方 不是因為物質生活水平 而決定離開 所以去到那個地方之後 物質水平的高與低 是不考慮的 你千萬不要去到那裡考慮 才說 早知我不過來 我甚麼甚麼 你要決定離開一個地方 真的斷舍一離 切去 就過去 這個我又有資格說 因為我又有經驗 我是移民了去澳洲八年的 當時很多人都以為我是怕了九七 因為我是九二年移民的 我說我其實一點都不怕 我只不過是 從小到大 我很向往 可能就是小時候 因為 尤其是在香港的環境 就是 我最小的時候 是七十二家房客那種 就是一層樓有十幾家人 在一層樓裡面 一間房是一家 一個床位都是一家 是 我知道 於是我就會很渴望 有一個很寬闊的居住環境 海闊天空 去到澳洲的時候 哇 這裡天氣又好 又大 那些房子 自己有花園 有泳池 我很向往那種感覺 尤其是我又喜歡車 在香港 你一個車位 有一輛車 其實已經很重 哇 在那裡的車房 放幾輛車都可以 於是我就 我很向往那種生活 那 既然有一個移民潮 於是我就又申請了 其實我的目的就是 我想去享受那種海闊天空的生活 所以我去的時候 有很多人 香港人移民澳洲 都找回一些唐人附 近唐人街 或者是唐人聚居的地方 我是特地找一個地方 是很少唐人住的 那當然後來就 我太太就罵到我飛起 就是她覺得她不方便 去找朋友 但是 在我的角度 就是說 我既然去到那裡 我就直接是當 我在那裡的人 我在那裡的生活 我融入那個社會 所以我去到的時候 我直接去讀那些移民班 就是去學他當地的歷史文化 他們的語言風俗習慣 所以我覺得是 適應得很好 而我兩個女兒在那裡長大 亦都是適應得很好 快樂地長大 是的 所以其實 那個重點真的是 你要搞定自己的心 就是去之前 不要有任何的期望 就是覺得 這裡有什麼不好 那裡就好了 其實全世界是一樣的 最重要是你的心 我又說多一個比喻 也是小鳥的 就是說 一隻烏鴉 他就經常搬屋 即是他將它異人化了 他經常搬屋 那些人就問 你為什麼經常搬屋 他說因為 我的鄰居經常投訴 說我很吵 所以我就搬屋 搬去那裡人又投訴 所以我就又搬 但是他就忘了 他本身就是很吵 所以他不論搬到哪裡 隔壁都會投訴 是這樣的 即是移民這件事 我覺得是 你真的做的時候要想 我為什麼要移民 你真的能夠捨得低 然後確認是那個原因 然後你認為那個原因是真的 是因為這樣 所以你要移民 你一做那個移民的決定 就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東西想 我經常都說 人生是容不下後悔 亦都無需要後悔 因為你當時做某個決定 做了某件事 當然是當時最好的決定 否則你不會這樣做 是你覺得最好的決定 便做了它 然後是時候想回 當時是笨 不能這樣想 人生是沒有後悔 你可以記得那件事 但你不需要將那件事 當成一個負面 加了 做了一個負數 擺了一個深度 沒有的 過了 當時那個就是最好的決定 即是 人最重要就是 雖然有人說人 是聰明的動物 或者我們有記憶 和有預見 但其實這件事 是煩惱的來源 有時我們天文台 經常出預測 我最初做預報員 那時真是慘 你知道當時技術低 整天都錯 我還試過坐小巴 旁邊那些傢伙去罵 昨天的預測 他不知道那個預測 就是他坐旁邊的人 讓他罵 其實當時為何不說 即是改那個預測 但你要出了 那怎樣 預測最慘 出了去沒有得改 出了就是 永遠都是那個預測 在那個時空 你只能夠 就是過了去的事情 就是過了 就像你說的 我學你 因為是當時最好的決定 人生是沒有後悔這件事 但是這樣 你可以記得那件事叫做失敗 但是你所謂記得失敗 是記得那件事實 但是你要忘記那件事的痛苦 如果有痛苦 你只是記住那個教訓 而不是記住那個痛苦的感覺 沒錯 所以我們透過這些事情 我們發生甚麼事都好 你累積一個 你那些能力的提高 不是累積著那些痛苦的感覺 人一生經常都撞板 你一世人都把那些負面加上去 哇 那個黑洞來的 所以跟大家說 就是說我們剛才說了很多 就是說這個地球暖化 好像很擔心 其實不用擔心 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去做回自己的本分 那麼剛才台長有說過 就是說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我們盡量 我們的生活上面 只是做自己需要做的事情 減少一些想要 你說完全不要想要的東西 是很困難的 那所以呢 你盡量減少 就是說我今天減少一些 我明天又減少一些 你不要逼自己 我180度就要轉變 因為這樣你很難彈回 即是你很容易會彈回轉 那所以呢 總之你是慢慢慢慢改 慢慢改 當你又不刻意做了一些 不應該做的事情的時候 你是不用後悔的 因為後悔有負能量 是 但是你可以懺悔 懺悔是什麼呢 懺悔是正能量 因為我知道我做不對 好 我以後盡量不再做 這個就是懺悔 你仍然是正能量 但是後悔你會 哎呀最糟糕就是這樣 早知道不好 這樣是幫不到的 所以如果可以這樣的話 其實大家都是這樣做 就是盡量減少 盡量減少 當然 就是你一遇到 又犯錯了 怎樣呢 那你就要停一停 然後呢 就回到自己的呼吸那裡 因為當你這樣的時候 那些負能量 或者你胡思亂想那些 會暫停的 暫停之後 你再去處理的時候 其實會容易很多 這個其實就是 停一停心呼吸的目的 那麼 台長有沒有事情 最後和大家分享 我講些運吉事 過去的事情是過了的 未來 真是叫未來 但是現在呢 現在這麼巧英文就叫做present 是 但是present這個字有兩個解釋 是的 所以我經常都說 the present is a present 就是現在 其實是上天給你的禮物 你一支收了這份禮物 總之現在的事情 你想好它就可以了 是的 就是這樣 好 多謝各位 亦都很多謝台長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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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